这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动力 然后在各个的拨开的过程中 把这些挑战都成为 不是挑战 都能够去跨越它 比如说几万年前的人 他就已经有很多这种 精神上的一些追求 像古迪啊 树像啊等等 那么在当时可能大家想象中 就会认为当时人 只需要考虑生存就好了 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也就是因为人的 不断地去探索 才会演变出 现在的这样的社会的发展 那么说到这个 其实也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人类演化本身 就是我们的一个终极民体 就是把冰河时期 像这里看到的 它可能是你不让的皮肤变白 变淡 这块额骨样本 他要将这块骨头 妥善带回北京去做实验 从这个暴露的位置 钻下一个极为细微的孔 取一些骨粉 这些骨粉是他做研究 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预期都是没有DNA的 如果说在出土以后 被人接触过 它可能就会带来 很严重的后果 就有很多的 这种现在生活人的污染 发现了一个现代人的下额骨 去今年代大约是四万年 是目前欧洲最早的 有直接测年的早期现代人 不过这块下额骨 现代人的DNA 做了一个吸铁瓷一样的影子 由于相似度极高 这个影子会把样本中的 古人类的DNA吸附住 这样人骨上的古DNA 就被提取了出来 随后再与现代DNA 进行巧妙的分离 最终在极为细微的 古DNA信息中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经意的 就是说把它当作 一个污染的对象的话 可能这个研究就没有了 就不存在了 但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好奇心 想追逐它一个很关键的点 所以在这个没放弃的过程中 就做出一个 在当时是引起了 很大的关注的一个工作 与尼安德特人 发生基因交流的年代 拉近了近一万年 他的这一发现被自然杂志 而且这个状况实际很早 在九千多年前 他其实样子也不多 其实当时我们做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男对北也有影响 而且我们现在看 像这个西伯利亚的年纪 或者是跟这个就是 相对来说北一更复杂 除了要收集到 合适的人骨样本 最难的便是对古丁 他做的工作要比现代法 他认为古丁 我们怎么去回报这个社会 很简单 就是我们坚持 把我们该做的事情 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做好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坚持过程中 因为它是一个积累 有些时候甚至是一个学科 甚至可以说是培养 很多人才的这种积累 那么这个过程中 我们把它做好了 其实就是对社会 最好的一个回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